屏东啊 这个老板很爱种辣椒 从国外引进这种所谓的 鬼椒或者毒蝎椒来种植 还用一种非常天然的 酿造这个发酵的方法 让辣上还要加辣 也引得很多爱尝辣的人士 前来挑战 来到戴先生的农田 哇 蓝天白云下的绿色树 从上一点点鲜艳红色的 可不是什么娇贵花儿 而是哈到最高点的辣椒 它的辣都是 一百万度 把种辣椒当兴趣的这位戴先生 吃辣吃到被封为辣椒大王 来看看他怎么做的 谢谢 采收下来的鬼椒 现在烈日下晒干 之后剁碎放入大翁里 每天打开来搅拌 铺晒 越改越追分 熟 深喉色的辣椒酱 光看口水就一直流 这鬼椒还不是最辣的 旁边这一旺 是用这种果实 像美丽玫瑰花的毒蝎椒做的 水果的香味 它有果香却呛到不行 毒蝎椒辣度两百万度 是一般辣椒辣度一万度的两百倍 做成辣椒章之后到底有多辣 这位爱吃辣的阿姨来试试 只蘸一滴辣油在嘴里 老板 没啦 嘴都合不起来 来来来 从大陆来的这位先生 说自己什么辣都吃过 马上退一吃 在哪 吃辣 立刻辣到娃娃叫 看着主人戴先生非常地骄傲 他说自己的辣椒 保证让每个人都过瘾 您爱吃辣吗 不妨可以来屏东 跟辣椒大王以辣会友 挑战一下自我极限 建成川庭屏东报道 我来